现在很多买房的人啊 在买房的时候经常会出现 该买哪一层的选择困难症 其实不同的年龄的人啊 需求是不一样的 根据不同年龄人的需求啊 我们也整理了一下 大家买房的时候 到底应该怎么选楼层 首先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 刚需购房群啊 这类人一般都是在22到30岁之间 刚工作工资也不算高 也没有太多的积蓄 所以购房对他们来讲 是相对奢侈的事情啊 压力很大 就算父母帮衬付了首付 月供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在购房的时候啊 价格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虑因素 而顶层的一般价格上 会比其他的楼层低5%到10%之间 而且一般来讲 顶层的高度会比其他楼层高一些 甚至有一些楼盘还会附赠阁楼 对于年轻人来说 吸引力是比较大的 而且一般顶层的私密性比较好 没有邻居打扰 比较符合年轻人的生活习惯 其次呢 就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改善性购房群体 这类人一般是三四十岁的人群 一般来讲 三四十岁买房的人 在购买力上 要比三十岁以下的人强不少 这种情况之下 买房的时候可以多关注居住的舒适度 可以考虑高度适中的中上层 这类房采光通风一般都比较好 噪音污染也比较小 相对来说比较安静 一般来说 一到六层的低层是以选择三到五层 七到十一层的小高层是以选择五到九层 三十层左右的高层呢 是以选择十二到二十层 像上有老下有小 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 一般父母的年岁比较大了 如果父母跟自己一起住啊 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老人行动的方便性 底层就比较适合 不需要上下楼 有孩子的推婴儿车也比较方便 而且底层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啊 有老人小孩的话 也可以选择面积稍微大一点的 而且很多有底层呢 是带花园的 比较适合老人家养一养花 以及小孩玩耍 我 frosting 你先 quan看看 ن